沒收了台灣民主不夠 民進黨內的民主也要沒收掉 所以這個東西 當然陳茂松 游英龍 每個人發表自己的看法 我覺得很大的苦主什麼 賴清德 那像賴清德2024就沒希望了吧 是嗎 你怎麼看待蔡煌的作為 首先第一個 當這件事情陳茂松理論上 他不會去牽涉到一個造謠的事件 好好的名將中常委 沒有理由去造謠 又扯到林喜耀 又扯到蔡英文 所以顯然他講的話 可信度應該更高 那麼第二個 就是這番話有沒有符合 大家對蔡英文的一個推想 或者是有沒有符合 他平常的作為 有的嘛 因為他本來就習慣大權在握 本來他就習慣 我做任何事 說任何話 你們不是全部都應該要奉承 都應該要服從嗎 在很早期的時候 當大家要投票一個私改會的提案 投票人數不通過的時候 蔡英文硬是要大家重新表決一遍 直到通過為止 這就是蔡英文心中的民主 就算是投票 都要符合我的意見 所以當我說什麼事情 下面立刻都要立刻照辦 所以像是高端疫苗 他可以完全跳過科學的審查 直接下令某個時間一定要通過 一定要開打 這不就是他的意見 已經超越了科學的規範 超越了醫學的規範 一切只有英皇說了算嗎 所以所謂的徵召2022 6度 我覺得徵召這兩個字就比較奇怪了 因為表示說 有的可能不是六度裡面 那現任的他也不要了 因為現任的理論上 他不能夠再用徵召這個詞 好 那麼另一方面是 民進黨過去以來這30多年的時間 難道沒有一套對於有現任者 然後還有競爭者 到底應該要如何初選的一份 基本的機制跟SOP嗎 這是令人懷疑的 因為我不是民進黨 所以我對過去民進黨怎麼幹 不是很熟悉 但理論上 這一定是有一個寄存的機制和架構 就比如說你們的上一屆 你們的上上屆 上上屆是怎麼選的 那麼這一次就應該是怎麼選的 怎麼會每一次就改一次 如果說這個遊戲規則建立 就是蔡英文說了算 要提哪些人就要經過他這一關 大家也不用初選了 也不用比 就等著他徵召 你覺得會發生一個什麼樣的效應 所有大家都俯首稱臣 要向他膜拜 要向他怎樣 要請蔡英文收下大家的膝蓋 所以我們請大家投票一下 是會群起抗爭 還是等待關愛 大家都說會等待蔡英文關愛的眼神 民進黨那過去 不是很多學運世代嗎 很多人是街頭出身的嗎 你覺得這些民進黨人會乖乖的 讓蔡英文大權獨攬 大家就等待他的關愛眼神 民進黨會跟蔡英文抗爭嗎 當然不會抗爭 因為軟肋都被抓在他手上 因為你要知道 這些人想要什麼 他們想要被提名 所以提名權在哪裡 他們就要去討好誰 那麼討好選民困難多了 你如果要透過初選的機制 你要砸大錢 但如果你只要討好一個人 叫做蔡英文 太容易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為什麼大家都想要 真的當太監 因為太監只要把皇帝伺候好就好了 那服務選民 你要服務個幾十萬人 太困難 所以可想而知 那麼再來 因為民進黨的這些人 他們已經幾乎是利益薰心了 就對於權威的戀戰 高過於自己對理想的追求 所以他哪會在意什麼民主與否 正當與否 因為他渴求的這個位置 所以只要蔡英文能給他這個位置 那麼註定他一定就會被蔡英文會被拒絕 捏著走 沒有什麼瘋鼓 理念 說不行 我為了正義 我要跟蔡英文幹 沒有 通常這種心中有正義的人 已經不會留在民進黨了 所以可想而知 這些人他們一定都只會對蔡英文膜拜 為什麼呢 因為接下來 蔡英文馬上就要走了 對吧 蔡英文走了之後也會有下一個人 他們只要繼續去膜拜下一個人 或者當這個膜拜的傳承下來之後 他自己也有機會論資排輩 自己就成為那個別人來膜拜他的人 所以任何人都覺得說 什麼要有一套黨內的民主機制規範 那都是鬼扯蛋 每一個人都覺得說 只要我上位之後 大家最好都要聽我的話 這才叫做人性 這也才是民進黨 他本來就屬於一個 幫派裡面的最核心力量 那就是順我者昌 逆我者亡 大家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